創世紀第36章 以下是厄薩乌,即厄东的后裔,厄薩乌由赫纳罕女人中娶的妻子,有赫特人厄龙的女儿阿达,有赫黎人七倍红之子阿纳的女儿奥赫里巴马,还有依士马尔的女儿,乃巴约特的姊妹巴塞马特,阿达级厄薩乌生了厄里发痴,巴塞马特生了纳乌尔,奥赫里巴马生了耶乌士,雅南和科纳克,以上都是厄薩乌的女儿。 厄薩乌在厄纳罕地生的儿子,厄薩乌带了自己的妻子儿女,和家中所有的人,并自己所有的牛羊家畜,以及在厄纳罕地所获得的财物,迁移到色衣乙,离开他的弟弟雅各伯,因为他们家产太多,不能住在一起,他们寄居的地方,由于家畜太多,也容不下他们,厄薩乌就住在色衣乙山地,厄薩乌即是厄东西。 以下是色衣乙山地厄东人的始祖厄薩乌的后裔,以下是厄薩乌子孙的名譜,厄薩乌的妻子阿达的儿子厄里发痴,厄薩乌的妻子巴塞马特的儿子纳乌尔,厄里发痴的儿子,特曼,奥马尔,塞否,家唐和黑纳次,厄薩乌的儿子厄里发痴的撤提麦纳级 そして,厄薩乌亚丝市看着的事情そう 其補好为合作是厄薩乌的妻子阿达的姐姐 内所站第一 厄薩乌妮卜的鼻子似乌尔的妹妹 插薩乌的妻子阿达的哥远2 厄以下是厄薩乌的妻子阿达的儿子 extension 克薩乌生了耶乌士,雅南和科勒赫,以下是克薩乌子孙中的族长,克薩乌的长子克里发次的子孙中,有特曼族长,奥马尔族长,侧否族长,克纳次族长,科勒赫族长,加堂族长和阿玛纳克族长,以上是克东地克里发次族的族长,都是阿达的子孙,克薩乌的儿子立乌乌的子孙中,有纳哈特族长, 執勒克族長,沙馬族長和米澤族長,以上是埃東地勒烏爾族的族長,都是埃薩烏的妻子巴色馬特的子孫,埃薩烏的妻子奧赫里巴馬的子孫中有耶烏士族長,雅南族長和科勒克族長,以上是阿納的女兒,埃薩烏的妻子奧赫里巴馬子孫中的族長,以上都是埃薩烏的子孫,都是族長,這就是埃東, 以下是當地居民賀黎人色伊爾的子孫,羅堂,卓巴爾,七輩雄,阿雅,迪雄,埃薩爾和迪雙,以上是埃東地色伊爾子孫賀黎人的族長,羅堂的兒子,賀黎和克曼,羅堂的姊妹是提麥納,卓巴爾的兒子,阿爾汪,馬納哈特,埃巴爾,舍佛和奧南,七輩雄的兒子,阿雅和阿納,哪在曠野旅目放他父親生, 七輩雄的兒子,發現溫泉的就是這位阿納,阿納的兒子迪雄,阿納的女兒就是奧赫里巴馬,迪雄的兒子,赫默丹,厄史班,伊特蘭和格蘭,厄澤爾的兒子, 比爾漢,埃光和阿金,迪雙的兒子,五支和阿郎,以下是賀黎人的族長,羅堂族長,卓巴爾族長,七輩雄族長,阿納族長,迪雄族長,厄澤爾族長和迪雙族長,以上是執伊爾地賀黎人各族的族長,以下是在以色列子民未有君王統治以前, 統治厄東地的君王,貝奧爾的兒子貝拉在厄東作王,他的經成名叫丁哈巴,貝拉死後,波澤勒人則勒克的兒子若巴布計他為王,若巴布死後,特曼地人互相計他為王,互相死後,貝達德的兒子哈達德計他為王,他曾在摩亞布平原擊敗了米德洋人,他的經成名叫阿威特,哈達德死後,馬斯勒卡人生, 薩密拉計他為王,薩密拉死後,河間的勒鶴波特人沙烏爾計他為王,沙烏爾死後,阿格波爾的兒子巴爾哈南計他為王,阿格波爾的兒子巴爾哈南死後,哈達德計他為王,他的經成名叫柏烏,他的妻子名叫密塔貝爾,是密集哈布人馬特勒德的女兒,厄薩烏族的族長名稱,依族系和地區名列如下,提蜜納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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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納 納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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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